辦理新義區中校東路四段地下同盟聯通投興建工程 因臨近前開古籍原意文化資格保存法 第304條規定於108年12月16日 檢送報告書即古籍監測保護計劃過去審查 本局於108年12月26日邀請李委員前拉 劉委員淑姨張委員坤正 李委員副國辦理審查現刊時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 委員一致同意該工程無破壞古籍之完整 這蓋其外貿或阻塞其關燃通道之餘 並本案報告書即古籍監測保護計劃 請申請單位一委員一致 充修症後送去 古籍監測保護計劃開工前須送文化局 本案文資法第三次條規定報告書 行為參與會作上的資料 這是古籍訂購土地的範圍圖 施工開外影響的範圍圖 是地面景觀的模擬圖 你辦 信義區中下東路四段地下通常連通口 興建工程 您直下市令古籍國父紀念館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 鎖裂由破壞古籍制完整 遮蓋其外包或阻塞其關燃通道之餘 你請同一備查 請申請單位依備查知報告書 及古籍訂購網路計畫 具以執行 本案依結論辦理合適 好 謝謝 本案謝謝席位委員 現看參加會議 做成的下一個結論 請問今天對席單位 沒有不同意見嗎 好 這邊用 請問你 請問你 麵其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發言 古旍部紀總管 對於本案 軍事機器的參與 歷次規劃跟演繹會議 一貫是以市民的安全跟利益為考慮 並以持續的 以13項共識原則來參與 包括第一部份是 全案的安全跟高利益戰 配合文資跟相關營運 對國紀念館的衝擊最小 第三曲 是應該多注意社會關注的議題 那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 文化部級文化 建議以布宜述為原則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國紀念館的意見 各位委員有什麼意見 好 各位沒有意見 本案同意備查 那麼請申請單位 依備查是報告書籍 古籍監測保護計畫 必須執行 剛剛國紀念館的意見 那麼我們會請這個 相關單位要來考慮 好 謝謝 下一案 選議案1 直轄施定古籍建國平等廠 即歷史建築 要在大園主走市高端工廠 社會及概念計畫審查案 請請 依據文資法第24條及古籍說 可以再利用法第13條案 建國平等廠在89年 從公告為執紮 指定古籍 他古籍部分在100年 111年 公告修正古籍 本體的範圍 另外 亮道大樓 1994 跟高雲工廠 在95年之後 公告為本次歷史建築 那法理章會是台灣野酒公司 他在104年 第73次文資會結論 然後檢送本全區的修復在內計畫過去 文化局這間 深厚於107年 108年邀請三天前委員 追行委員 李前郎委員 跟理部門委員 分付屬於委員 修行去年委員等人 他要召開兩次審查會議 一次數位的審查 他有公司 甚至夜一地次審查意見收證 並檢收收證報告書過局 那另外 台九公司也在108年 印象官規定 在11月21號舉辦 說目再用計畫 說明會 那本案的 說目再用計畫 報告書 請委員參看 這個是那個 建國秘書堂的通照 然後這個目前 古蹟跟歷史建築 跟各個景品 紅色部分是古蹟 然後藍色部分是歷史建築 那古蹟的部分 一共有13棟 然後歷史建築部分 一共有3棟 然後歷史建築部分 一共有3棟 然後 然後這是那個 古蹟外貌 紅樓跟綠樓 女辦的案提請 本案 跟文資會審查 並依審查 舉例辦後續 好 謝謝 來 要來做報告吧 對 來 請做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好 工作組織對台灣歷史 這個 資本法輸台灣歷史資源學會 然後進行 台北19工廠 古蹟歷史建築 產用國保存的 修復單用計畫 那我們這個 建築學廠的 積極區位 是在這個 建築北路跟這個 內水路這個區域 當然它是我們 很重要的台北 也到沿線的這個 尚未還沒有做 所不再利用的這個 配彩 然後在 調查研究主要 就這個文化市場 價值特徵以後 進行處理 這本計畫的這個 計畫的問題是在於 1999年 延商建築物業廠保存 事宜的會議結論 裡頭有三大重要的 原則 包含維持少量的生產線 產業與文化觀光結合 以及對於文化資產價值的 生產機具及動線 因理與社區保存 那一次在 2000年指定 十三棟武基 2006年又 共大指定 三棟歷史建築 那本案的這個 這個計畫的範圍 主要是這個 不基歷史建築群的部份 那主要的調查辦公室 是紅色的狂險的範圍 那 本案主要辦理這個 包含了 50年的文資現攤評估 然後配合度是就要見更 以及數位保存的資料限制 以及本 這次的文化資產的 修正在內計畫 當歷史審議的辦理其實 包含了我們 有這個 50年的這個現攤 106年以及 兩次的專案的這個審查 以及書審 然後至這個 專案審查 1068年7月12號的 這樣子的 歷史的審查在進行 然後 於這個108年11月21日 辦理這個 英文資法辦理這個 公司的部分 那 本案的這個 國保存計畫包含了 已久文化的 產業博管系統的建設 與國保存博管的廉藏展示 研究 以及這個文化歷史記憶的 蓄勢場所的這個建議 以及這個 國保存的小型計畫裡頭 包含了 體驗線、工業線、 資料線 然後 社群的參與的部分 包含了新創立成 與社群參與機制 然後 都市保存 以及人們生活的這個 生活史 然後請各位委員 想看這個報告書的部分 在這個場所設施裡頭的這個 蓄勢呈現 都包含了 相關的這個論述 以及這個設備 相關的設備的清廠 以及這個設備 以及這個設備 激酒廠的設備的這個 價值特徵 包含了它的這個 生產管控維修空間 以及溫樂環境的這個 空間特質以及 機具燈購造部 合同成一體的這個 對於設備跟建築物的這個 價值特徵的部分 然後包含了這個 經營業 以及生產工藝 還有這個 人們生活史的部分 大概 職工生活的這個 這個合作訪談 也是我們 文字社群的關注的一體部分 因此我們對職工的這個 這個背景社會這個 這個社會結構工廠 職務工作情形 空間記憶特徵等等 進行了這個職工的口述訪談 請查看這個報告書裡頭 然後在文化地址 是以開放空間配置裡頭 對他未來大會 打開做這個 這個開放空間的部分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這個口述記憶的部分 把這個重要的那個 那個價值特徵 在這個地底上面做這個 這個梳理以及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指認 然後歷史場域的文字報 一定要保存成績 但也依據這個 這個不記憶歷史建築 以及 那場域的重要的記憶特徵 做這個梳理 然後一直在這個 這個規劃這個 這個 再利用的這個 比如說 圓區的規劃裡頭 大概是以這個 配合這個 這個 現有都市計畫 那以及 主要的這個 這個皮球場的空間特徵 我們大家都報為這個 這個中間的這個 這個走線 東側的部分 大概有 兩個這個 主要的這個 這個 開放工廠 那把空間的界面打開 可以包含說 包含這個 後側的這個 開放式 除走大樓 跟這個 中國移民的界面 包括 以及這個 後側的 一中間的 裡面的大眾公園 現況大概就是因為 圍牆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那邊見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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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的履幕 然後 在主屋口的部分 大家會把 部分的記錄的牆留下 然後其他在打開的方式 因為 那我們透過的 國術廣場有一部分的 有牆其實還是 具備這個 可以存留的一個價值 然後在 西北側的這個 現況 包含這個 公園 公園廣場用地 那他有很多是我們 職工裡頭 所這個 自己 所公搭設的一些 地景 然後 建議未來 發設這個 公園時候 可能不完全是要 全部 磨足的方式 來做這個 進行 那在博物館展示 跟啤酒生產圈的 敘事部分 我們大概是 有兩大貢獻的部分 然後 共融集點 那就是 營養造大樓 然後包含了 做產業展 很重要的生產線展示 以及 它對啤酒工程的歷史 文化產業敘事 以及 提供生活計時的 整個 敘事線的架構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大概 進行這個 未來做的啤酒 文化園區 跟啤酒 國館展 建議是可以 以這樣的方式 來把這個 啤酒故事 做這個展示 全是呈現的方式 在公開地獄跟火箭 不動規劃裡 投擇裡頭 包含了內容 包含了 武館展示 教育學習 體驗消費 休息空間 繼續地景 生產展示 還有藝術展演 跟新創議程的部分 我們在裡頭 我們就是提供了 未來的 再用的建議 包含了 像國館 以及這個 啤酒國館的案例 可以看到說 未來的 桃花大樓和 賣陽的小溫倉庫 大概可以以這樣的方式 上層市近代展示 下層可以置入 相關的文創商店 然後 再用大樓的部分 大概也提供了 這個 國館的案例 然後大概也是希望 原有的這個 生產的 產業空間 還是可以呈現 然後 豬酒大樓的部分 未來是這個 我們這個 使用武化局來接管 然後這是 之前的這個 這個 武化局的這個 提供的這個 保管 大家會把這個 提供 豬酒大樓的部分 解開 然後作為這個 進入式聚長的空間 那新發酵 大樓的大樓的 是一個還蠻大的 這個 討伐 然後未來 大概也是建議 食物農場 就是這個 比較新創的 產業的空間 可以進入 然後 從 樓利樓 是以國館展示 跟教育學習 為此的主要的 主軸 然後相關的這個 機具 機具的展示 因為我們 啤酒廠很特別是 還有非常多的 機具流存 所以 它可以約去 導覽這一部分 以及主軸式 發酵式的這個 案例 然後 包括公共產未來 現在 是以這個 精釀啤酒的 少量生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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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保存的計畫 正在 就是進行中 那 那 整品倉庫 目前是工業廣場 未來是規劃 是以 藝術專業 教育學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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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引入啤酒製作工作坊大人學校 然後提供了精神職人學校的建議 未來也是希望未來的啤酒 啤酒公司跟營運團隊可以以這樣子的方式 提供教育學習的配合 後續保存的頭帶有包含了 延佐公司在西側邀開發成啤酒大輪提供一的文資法 提供保存計劃後續計劃的範圍 以及文資法對於系統訂的定義裡頭 產業流程必須被理解的一個部分 然後目前這個都市計劃大概是以這樣的方式 就是進行還未公告 在第一期的檢討計劃可以看到配合都市計劃 可以將啤酒公園對都市空間有很大的影響 包含北區的放廠公園多利的開放 南區文化局的這個 還有標籤和基礎館後的這個啤酒出走 這樣的發展對這個啤酒公園會很大的影響 那相關的我們在計劃內 計劃期間有進行這個文資參與 文資賠利的部分 然後設計來參與 來共同來採集這個啤酒廠裡頭的那個物件 以及文資賠利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啤酒廠的 我們一個大哥今天的這個夜酒公司 以及我們公會的年輕一代跟前輩都有到場 然後以及我們啤酒公會 自主賠利新增帶的文資導覽 這跟不保存非常有關係 以及老年公和楊家在上月 然後白雲啤酒廠的老年會和楊家 以及文資的工程會在上月的進行 然後在保存願景裡頭 啤酒廠作為台灣第一杯啤酒的生產地 它的稀少特殊性的成為這個 城市發展的這個主軸 也可以看起對國際對話的傳統 以及城市文化的不足 專精是社會的期待 然後我們的計劃期承代 就是在這樣105年到108年 文化資本保存關鍵傳承 以國化與推動合法成小型計劃 接下來是這個農業的公司 而代表來進行這個順利 主席各位委員 綿酒公司這邊在後面補充一點 綿酒公司的作法 第一個 台北綿酒工廠 我們希望是維持少量的生產 第二 它希望產業跟文化來觀光來結合 第三 就是生產具體與動線設計的保存 第四 就是邁鄉大樓東側全區進行啤酒產業 第二 台北綿酒工廠並保障勞動者的公共權 五 七側興建我們爺酒公司的辦公室 六 北側公園及廣場開放使用並打開圍牆 七 東南側由臺北市文化局與近活動及 發佈分合的技術占領空間 所以說 第八 全區可以創造台酒事務 跟民眾三民的局面 第二個 台北綿酒工廠目前都市計畫變更案 分別在106年8月3日 台北市都委員113次會議 以及107年11月2日面正部 都委員會第930一次的會議審議通過 只是現代文化資產的保存相關會議 第都市計畫和西度計畫裡面的規定是 針對容積的收入應用以本土基 歷史建築及堅證本股的增股 除久到我期休活活保存手續的相關會議 所以說 希望市府這邊能協助突破法令 台口創新作為讓北綿酒產業能有序經營 第三 北綿酒工廠 未來會有三條生產線 一個是體驗線 一個是經典線 一個是精靈線 一個是精靈線 這個是一賣相傳不可分離的 本來都市計畫變更後 公民用地跟特專利的土基跟歷史建築 鑽聯的啤酒生產線 它的原料 動力跟輸送皆沒有辦法分割 所以說 像學區的土基跟歷史建築 的經營管理 必須考量由太久公司來負責經營 這樣的整個產業在能管轄 這樣能保留起來要來 最後 本公司將全力維持 台北啤酒工廠東側的完整啤酒產業 文化和國保主義維持股地核心的價值 規劃為啤酒博物館 維持少量生產 結合歷史性 體驗性的教育觀光功能 採新宿融合的方式提供辦公 購物 餐飲 文化等觀光休閒都會 不合適的機能 創造都市再發展跟歷史文化並存的 一個建築典範 強化產業文化工方的情勢 謝謝 好 謝謝簡報跟說明 業績單位還有補充嗎 好 請 是工會嗎 工會嗎 剛才那個是趙欣 趙欣 好 來 請 謝謝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我是建國平常 產業工會的理事長趙明元 回想 我們的建國平常 從民國84年到現在 和藥商委教基金會執行長 一起投入建國平常的保存 掀開了整個的產業文化 保存的新的營業 那一路至今也已經24年了 回想在座有很多的老師 在這幾十年也都一直持續 關心著我們 真的非常感謝 另也謝謝我們 臺灣藝友公司 願意站在保存的立場上 對於建築發展的 產業國保存規劃 提出了很好的想法 也真的很感謝 過去在我們的堅持下 建國平常廠才能夠得以 產業國保存的形式 保存資金 透過持續生產 得以延續這座 台灣啤酒吧原地的文化價值 他的產業國保存文化的條件 實際上 優於閒置或 才進行再利用的 主化文區 例如華山跟松山 那全開人當代的我們 是否能夠真的有足夠的智慧 以及決心 願意為這座啤酒廠付出 培養前東京大學西村信夫 教授陳舒奧 這座啤酒廠 世界級的珍貴文化資產 和和盆盆保存重要的推手 已過世的北周夢老實在 也道歉必然 過過一次啤酒後 每次和台灣朋友 奉勵 奉勵 建國平常廠的經驗 讓他難以忘記 千滴名萬主婦 吩咐說 絕對不能放棄建國平常廠 產業國寶城的目標 就我跟你講 就是這麼一座 充滿魅力的 產業文化資產 我們希望在不遠的江南 任何人不分年齡 不管平常喝不喝啤酒 進入到廠區內 都能夠感受到 他獨特的文化資產魅力 今日過後 我們仍希望大家 能持續關心 他的未來發展 也建議菸酒公司 開始朝向 侯物館營運 建立與其 啤酒產業國寶 保存國務館的籌備處 組織災約專業團隊 和江編制做調整 為了公司內文化資產保存 打破單純生產業務方向 做出長遠 且有目標的計畫 一步步 讓這座啤酒廠早回往 往日的活力 我們工會 以及退休的員工 絕對會支持建國啤酒廠 未來最堅實的破盾 大家攜手 為保存這座 台灣啤酒發源地 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趙理事長的發言 還有一位 吳先生 主席哥委員 主席哥委員 我是北京工會的護理師 吳祖龍 然後在北京帶導覽的過程 也有大部分在導覽的工作 其實早期的時候 是因為日本三大酒廠 他們的海外部負負責 他們的海外部負責道路廠來參觀 因為當時北地方不要被關閉 所以對我們的同郭 我們同市場的話 非常有興趣 參觀完後 在這個離別離開場的時候 跟我們當時的草腦都是我們的報告 如果這個場 同郭需要判斃 請勿必通知我們 員工是無限的談判 自己公司有東西 我們要不能夠保存下來 所以北京工會在經濟抗衛的過程 來判斷這塊 因為我們是一個正常的呼吸的話 生出來的這個小孩子 絕對是同一熱癮性的人 不能有一對正常的呼吸 經過人工事管的那個生育 由白人生出以後熱黑人 黃種人生出以後熱白人 其實有點是不能不累 所以我在北京工會服務的事實 在這個工廠服務的事實 前二十年是在工作 後十二十年在抗證 不知道還有下一個二十年 可以看到台北的六花園區 可以組織的新面目 跟大家來見面 好 謝謝 好 謝謝吳護理事長剛剛的發言 好 那麼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來 請 其實我自己跟邱羅華老師 寫中他們的業快二十五年 所以我很高興他可以做國保存 那我只想提 因為最近你們南投的廠 已經把它轉成威士忌的 所謂齊天工廠 然後也結合了文川公園玉力商業 那我要提的是說 因為你們提到說 少量生產 活著保存的啤酒 其實我覺得工會我非常認同 可是我覺得煙酒公司自己要知道 你這個廠的靈魂在哪裡 那未來的經營可能還是 工會可能是說 我有聲音發出來 但是決策者還會是在公案局 研究公司本身 因此我的建議是說 不要忘記 現在以這個區位來講的話 你盡量啤酒或者是火保存 絕對是這裡的核心中的核心 並不是說我只知道 人家來參觀而已 他還有他的 business 的價值 那因此旁邊這一邊的 那個再發展的都市計畫 我真的希望是說 不管從都發局的立場 或採發局的立場 應該要所謂的 不管監定也好 研究公司做這件事 不是把它一刀切成兩段 所以你的開放空間系統 旅立系統 遊客參觀的 這裡的遊客的產業 結論是可以連到三號門區 這個是一個經濟母的基地 所以不要把它變成是一個少量生產 好像我為了要保存 一點點的一種承諾而已 那這一點 我們很希望研究公司 能夠把遠光放遠一點 就像現在的薩波羅工廠 然後你們那幾個桃花蟲 幾乎是跟他同年的 這個價值是無價的 那我就是特別呼籲是說 研究公司的角色非常關鍵 以上 好 謝謝 來 各位還有其他的意見 好 如果各位沒意見 我們就開始進行了 來來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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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 來 請 來 請 來 請 主要是在草案內容是如此 事實上還有相當多的構造 這個部分其實跟剛才講的 師傅的金額增額容積其實都有關係 只是說因為這個部分還在協議各方的 如何繼續進行這些計畫的內容 所以你們今天希望還可以公道 好 謝謝謝謝妮委的疑問 各位我們還有其他意見 好 如果我們請開始這個投票 好 asons好 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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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